刑事侦查局、移民与关卡局和卫生科学局在上个月26号到28号联合展开执法行动 110个年龄介于20到70岁的人因为涉嫌参与非法活动造调查 警方突击了在大巴窑、五级芝麻、里巴巴利和新民路的按摩场所和商业单位 共有48名介于20到47岁的女子接受调查 警方还突击贝恩路的大楼的两个办公室有19人涉嫌非法远程赌博被调查 另外执法人员也在乌节路的公共娱乐场所逮捕6名没有持工作证的女子并查获11个电子烟 在碧山河大巴窑一带有11名介于54到70岁的人因为涉及非法博彩、跑腿和投注活动等罪行而接受警方调查 警方也起货共2022元的现金、手机和赌博用具 所有案件还在调查当中